《羅馬書》一章十九至二十節 電腦遊戲的世界 雖然對於物質界以外之靈界的認知 實在非常有限 但是神的永能和神聖 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諱 神創造宇宙及萬物 並創造時間、行星的運行、季節、日夜和年歲 其實神藉著所造之世界 讓人從三個層次 可以捕捉到神的永能和神聖 認知創造主的存在 第一個層次 認識地球四季的運轉 神一開始教導以色列人 用以色列七個節旗去數算時間 因為節旗就是神創造給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神殖摩西頒布 以色列人需要一連三次 上到耶路撒冷的聖殿首三大節旗 包括春節時所守的逾月節 包括逾月節、除教節、初熟節及五秦節 有稱為七七節 同秋節時所守的最後節旗就是住棚節 包括吹角節、宿醉日、住棚節 神殖以色列七個節旗 按時後降下春雨和秋雨 讓以色列人從地球的氣候和季節 春雨和秋雨來認知神的存在 以及認定是神想管著季節及氣候 生命記十一章十四節 他,原文是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 使你們可以收藏五谷,伸走和游 《約爾書》二章二十三節 聖安的文啊,你們要快樂 威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 因他賜給你們合而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金林 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耶利米書五章二十四節 我們應當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 他按時賜雨,就是秋雨春雨 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靈,永存不廢 《薩加利亞書》十章一節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 他必為眾人降下金林,使田園生長菜疏 第二個層次,認識太陽和月亮的運轉 之後的日子,神制定了月數和安息日首節 從時間上來計算,每個星期和月份 詩篇八十一篇三節 當在月數,並月望,我們過節的日期吹角 文數記二十八章十一節 每月數,你們要將兩隻公牛軸 一隻公綿羊,七隻沒有殘疾 一碎的公羊糕,獻給耶和華為凡濟 以賽亞書六十六章二十三節 每逢月數,安息日,凡有血氣的,必來在我面前下拜 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色列人便在每日的早晚,安息日,月數 及神所定的節期,獻凡濟與神 歷代之下,二章四節 我要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電雨 分別為聖獻給祂,在祂面前焚燒尾香,常擺層切餅 每早晚,安息日,月數,冰夜和華,我們神所定的節期獻凡濟 這是以色列人,永遠的定黎 自此,世人便盡心認知,神不單只推動地球季節的運轉 祂亦推動了日和夜,太陽和月亮的運行 第三個層次,認識宇宙眾星的運轉 及至若白的時候,神向若白信聞天上眾星的存在 神除了掌管宇宙眾星的運轉 還有反聞若白關於天上眾星的謎題 藉此更顯出,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 若白記三十八章三十二節 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嗎?能引到不斗和除他的眾星嗎? 若白記三十八章三十一節 你能系住卯星的結嗎?能解開參星的大嗎? 若白記九章八至九節 他獨自鋪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做北斗、參星、卯星,並南方的物工 此外,神曾向詩之阿摩斯展示了神創造了宇宙的眾星 《阿摩斯書》五章八節 要尋求那做卯星和參星,使死陰變為神光 使白日變為黑夜,命海水來僑在地上的 野和華是他的名 原來,創造天地萬物的主 藉著天上眾星 於是給有如微塵的人類 認知神的救贖計劃 尤其於浩瀚宇宙之中 地球和卯星和參星之間的聯繫 卯星是由七火主星組成的星團 稱為卯獸星團 又被稱為七姊妹星團 至於參星則是天上獵戶在腰間的三火主星 又被稱為獵戶在腰帶 創造主藉著卯星和參星的記載 好讓基督徒認知當中三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 自古以來眾多色經家相信卯星 即是七姊妹星團 就是代表教會和教會的使者 啟示六一章二十節 論到你所看見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台的傲備 那七星就是七個教會的使者 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 原來在浩瀚宇宙之中 太陽系就是環繞卯星 持續不斷地攻轉 這個正好預表全人類 世世代代的發展 就是環繞教會 就是神救贖計劃活劇的運轉 以及啟示六十二章所記載 將要被提的男孩 這個時代性的主角而轉動 第二個啟示 從歷代歷世的古文明和古文物 卯星就是標誌出 伯利行之星的位置 而且卯星就是最好的媒介 展示給世人 尋找出伯利行之星的位置 同樣卯星 七姊妹星團所代表的教會 就是帶領世人 指向伯利行之星所代表的主耶穌基督 第三個啟示 自古以來 參星 即是獵護座腰間的三火主星 均被普世式經家公認 代表魔鬼 敵基督 和邪惡的零禄 原來 我們的地球 正就是坐落於 銀河系 獵護座船臂之上 這樣 亦正正吻合 聖經對這個罪惡世界的描述 約翰一書五章十九節 我們知道 我們是屬神的 全世界都惡在那惡者手下 的確 從神所創造的宇宙窮 正是傳揚神的手段 彰顯出神的永良和神聲 也解讀了 神的救贖計劃的謎題 好讓世人 在有限的時間 和物質世界當中 尋找神的救贖 詩篇十九篇一至四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窮瘡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哪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哪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 他的亮大通遍天下 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在期間 為太陽安設掌膜 的確 窮瘡裡的萬象聲秀 正是傳揚神的手段 神掌管著時間 也在時間以外 被造之萬物 人類和聲秀的過去 現在和將來 亦早已存在在 神的永恆裡面 所以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窮瘡傳揚神的手段 每日每夜傳出知識 好讓世人從萬物裡面 認知神的永能和神聖 眾觀 萬物就是藉著 耶穌基督被造而成 天地萬物都成為神的佛役 傳揚著神的信息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至九十一節 耶穌話 你的話安定在天 直到永遠 你的誠實 傳到萬代 你堅定了地 地就長存 天地照你的安排 傳到今日 萬物都是你的佛役 從神所陳設的窮瘡眾星之中 人該要珍惜 和尋找這個偉大的造物主 詩篇八篇三至五節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昇秀 便說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給天使微小一點 並設他榮耀尊貴為官面 字幕翻譯